FMQE.5 自由之聲 你現在收收聽的是 漁夫自由行 哎呀,很開心 又一個禮拜了 又跟大家在空中來記民 我是漁夫 嗯,上禮拜我們說到的是 說我為什麼要什麼移民台南 一本歲的時候 我移民台南 以後我有什麼樣的感覺 這禮拜來跟我們 大家談一個比較趣的問題 這個特別的就是 在說 撒目魚這件事 虱目魚啦 我們知道就是 真心少 這個台南人 如果住在台南地區 我有一座 我去看人家撒目魚 我都說 台南人沒有撒目魚 我看台南人就這樣 差不多要死一半人 因為台南人 差不多每天都一定要 從早上開始 就要吃這個撒目魚 而且呢,直接撒目魚 不然是 不然是說這樣吃到魚肚啦 煎魚肚三個月而已 不是喔 是由魚頭吃到魚尾 對,還吃到魚的內臟 耍下去 啊,這個魚腩呢 聽說最近還研究出來 讓這個膠原蛋白 會讓我們的魯叔 小姐們 讓你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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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台灣以後啊 啊,因為啊 啊,因為啊 啊,我倒腰 中婆三個 趕快的 煮一口魚給他吃 啊 那電信說 沒有看過那種魚 所以呢 電信說那時候 就用北京的說 什麼魚 啊,這個中婆的呢 聽得到說 他說什麼魚 這樣一定是 這個意思說 要把這個魚 呢 賦名叫做 虱目魚 這是老實說 那我們在這裡說就算了 有什麼呢 因為這是 我感覺那是政府 市政府有著要說一說 在那裡糊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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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呃 先說這個 鐵神功啦 鐵神功是 鄭之龍去娶一個日本母 啊,日本母呢 呃 這次生了我的這個 鄭神功 鄭神功生了 一件是在一個 日本母书營島啊 日本武士營島啦 啊,在那裡糊弄 所以鐵神功呢 啊,那人是可以 說日記啦 啊,這個 鐵神功呢 一世人我看他 也沒說到北京去 所以你說鐵神功 會用那個北京的說 什麼魚 這我就沒什麼相信了 啊,你到北京的話不相信 啊,所以呢 啊,而且啊 這個鐵神功啊 啊,他就是這個 福建的這個酒精人 啊,很多人問我說 我,我,我,我去問過 很多台灣人人人說 欸 都請問一下 啊,鐵神功不是 在台南 啊,在台南過星期的 啊,請問的 啊,鐵神功的那個問在哪裡 啊,很多人喔,想問 都看我問的 都這樣 欸,在台南 鐵神功的問是在台南 對啊 啊,要讓我知道 哦,在什麼時候 什麼地方 啊,但是呢 事實上是這樣啦 齁,不然就是這個 鄭克爽啦 齁,他們這個 到行之後呢 啊,當然 所有的這個 啊,呃 只要是 民政的在 宜城啊 宜老啦 全部都把你搶搶去北京啦 都把你搶去中國去就對了啦 齁 反正,啊 啊,就近照顧啦 還有那 賣隔地關來的地方 在那裡說要反親父名 啊,但是那差不多 過了 啊,我聽啊 我看那個歷史是差不多 過了 啊,十幾年以後呢 啊,一定 正式的 對清條來說啦 齁 是爹的才余孽呢 我們已經清了他 所以 啊,就尊於說 啊,這鄭克爽就 跟這個 風提說 啊,啊 老實說啦 啊,我們老的 整個會兒 讓你這樣 吵架不會搶去 啊,我們那個 我們爸啊,我們公啊 什麼啊 你們那個骨頭 都帶來台灣 啊,是不是 我們都把他 看一看回來 看一看回來 我們這個 呃 呃,我們的酒精 我們的故鄉 來帶 這樣比較好 啊,幫他擦擺 啊,如果清明擦的時候 不知道可以去掃風 啊,這個風提當然是 啊,我就把你清除了 不好 這樣我就把你 可以 啊,你再帶回去 帶回去 齁 看那個 帝神公的夢 啊,就看一看 啊,這以前 就是帝神公人 啊,帝神公 他 呃,這個 這個 鄭家啦 齁,會過鄉 準備一次看一看 啊,現在去那看齁 我們現在去他們的 這個 中國 很多這個 旅遊的地區 齁,會問到 整個都會怕死人 啊,我那時候 已經算 差不多十年 十多年前去看了 啊,現在去到那時候 啊,他就說 要給我收五塊 操作 啦,人民幣 五塊錢 人民幣五塊錢 錢繳了再說 啊,我就說 欸,對不起喔 欸,這個 老哥 我是 台灣來的 台灣來的 我姓鄭,我姓鄭 我姓鄭 我們什麼時候 他就五塊錢 他應該賺 真的喔 太想了 很沒志氣的 啊,他就說 蛤,是這樣子啊 好,不要錢 不要錢 這樣就不用錢 走進去 那就趕快去談 喝錢 買錢也沒關係 其實帝神公 有些朋友說 鄭成功不叫鄭成功 因為他是國姓爺 國姓爺 國姓爺就是這個 民調的姓朱 啊,姓朱 所以四姓的國姓爺 所以他應該是朱成功啦 朱成功 鄭申嘛 所以他應該是朱申 不知道 啊,沒關係啦 啊,就是 那裡去看 啊,你也知道 這個中國都統戰啦 啊,就裡面很多台灣的正式後衣呢 啊,就去那裡跟他 帝神公廟 帝神公的夢 他們那裡的夢 帝,家廟,什麼都給他收收的 都台灣人出錢的就對了 啊,那就是這些正式的後衣嘛 去他用 這去到中國,你就經常看到這種的啦 啊,比起說我們這個李秀蓮 我們的副總統 喔,他們到底的 我頂著走去中國那裡看他們那個 那個殘禮村喔 他們那時候要刻薦 講究那個所在有很多偷勞 啊,那就是我們在說 呃,說是那個 李秀蓮的家族是從那裡來的啦 啊,就看到李秀蓮的個個 李傳聖是吧 然後在那裡,在那家族裡面呢 做一個夢帝,說他們當時 做一個碑文啦 說他們當時從這裡來 怎樣怎樣怎樣 啊,附近喔 還有人,還有人 還有人,附近的人 我問他 啊,這是李秀蓮真的從這裡來嗎 他說,是啊,是啊 啊,那你跟他有沒有關係啊 你們整個村子都姓呂嘛 他上來都姓呂啊 啊,你啊,旁邊那個 我跟他問那個那個 啊,我們啊,杯份上你算什麼 喔,我算他的叔叔 他看得很年,他的叔叔 啊,李秀蓮的自己也有去過 沒有去過 我也不知道 反正啦,統戰嘛 啊,林台灣人都最愛統戰的 啊,哪會變成林台灣人 可以說林台灣人 但是林台灣人 一種有做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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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比如天龍國 一種有做天龍人 一種有為何 一種有為何 一種有做天良人 啊,怎麼 啊,那是傻啊 那跟你說那些就不會算 一種人要給他算啊 啊,這不是說傻 啊,那去給我們賣 賣去還不知道 啊,那你經常看得到 像我這樣就看得很清澈 啊,很清澈 啊,很清澈 啊,所以 啊,所以 啊,講一下傻目魚 要講我這裡了 來,再講回來 哈哈哈哈哈哈 啊,所以呢,這個 啊,傻目魚呢,其實啊 它不是 它不是什麼 什麼魚來的啊 啊,我 你如果去 在網路裡面去查這個危機 它就寫得很清楚 它說它這個名字喔 可能是原住民西拉雅的 西拉雅的 西拉雅的 叫 馬薩莫 馬薩莫 他漢字是怎樣 啊 啊,還有一位 還有一位日本人 說這 中野民 我不知道 這個日本人考證的結果 他說 這個其實也不是西拉雅 他這個應該是荷蘭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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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可能是 荷蘭人齁 齁,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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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你所不知道的台灣 比我記得最處理的事情 我們現在去拆到老頭前 就有那個魁伊嘛 最後一陣的荷蘭的總督 那那個含鄭成功呢 本來是那個我聽人說 說得很好笑啦 你說本來是那個鄭成功 是座的啦 座的那個 那個東雄 東雄是鄭成功座的 那個魁伊是座的 荷蘭人是座的 叫我叫那個 荷蘭的駐台代表曠怡 說這個 當初是義和不是投降 不是投降 你為什麼給我 給我們那個荷蘭人用座的 他也不是座 他那個時候這個魁伊 建完書之後回去 義和回去之後 我怎麼去拿去放 放逐在小島上面 阿魁伊 老實說 他說 非戰之罪啦 就是說 他的人實在是太少啦 援軍不到嘛 援軍不到嘛 當然要叫你一個星宮打敗嘛 你一個星宮是用尾聲的嘛 就是在要慢慢等嘛 等到你荷蘭人要導航 結果中間呢 本來的尾聲不一定會贏啦 但是中間說 一個荷蘭裡面的 窩裡帆 出來把那些星宮說 你就要降哪一個高地 從哪一個高地去打那個 紅毛城是最好的 他才成功 所以說起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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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神宮呢 這很奇怪 這個正神宮 我是覺得他蠻 蠻 我現在來台南堂 才知道 這個正神宮 真的實在是 不管哪一個朝代來 他都很吃的香 日本人來 日本人說 這我們日本人生的 所以日本人也有新交給他 現在跟郭敏東來 郭敏東說 這個正神宮 這個是環境複明的 郭敏東也給他 給他 給他 給他補充 現在接下來 再來 那個 共產黨那邊 去學問 你看 古人在外面 那裡就有一扇 很大扇的 這個地神宮 這都統戰 那是 脊方通通吃得開 吃得開 不過這個 說到這裡 又很憤慨 電神宮 當這個地方 沒去之後 在台南這裡 我自己 平衆時 在這裡這樣 生來生去 東聽西聽的 聽文史工作者 說這個故事 是怎麼來 這又是怎麼去 這樣 來龍去脈 我就開始在那裡問他 欸 聽說 當初呢 這一個 時龍 師郎 師郎 就是跟 正神宮打敗的 不是 跟那個 鄭家打敗的 鄭克爽的導航 欸 結果呢 其實師郎 這個人 來怕 把民政打敗了以後 他一直想要戰台灣 他要稱帝為王 但是呢 做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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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點就是 康西 想說你電神宮 你們這些 鄭家 已經幹掉了 幹掉就算了 就算了 我台灣我也不要 你看你們 可憐 你們台灣都沒有人要頂 全國都沒有人 人都沒有人要頂 康西 是把電神宮打敗 把鄭家 鄭氏王朝打敗 然後 欸 對不起我不要了 沒關係 反正你現在鄭家 已經被我打敗了 可以了 那我台灣我也不要 那一陣子 都是這樣 喔 上書櫃抓 歷經十個月 啊不然 康西皇帝才 無可奈何公 啊不然你就 反正台灣那些地 你自己在那些政策嘛 啊 我也總給你來管 你自己去管嘛 等於四大一塊地就對了啦 啊 是這樣的啦 台灣都沒有人要頂 很可憐 做國都沒有人要頂 你到現在 又去把 沒人的大腿是要創三回啦 所以1895年 只要有戰爭喔 又去讓 放棄啦 啊放棄心喔 放棄了就放棄了 又憲說 台灣呢 是鳥不魚 花不香烏龜不上岸 啊 這很可憐喔 這台灣人 啊 那時候喔 我看那本錢 我今天喔 特別喔 為了這個 我準備整個 欸 他這裡面 我聽不懂 他說 台灣的氣流討論啊 就是當初啊 這一個 這一個 司廣把 中庭 這個 啊 正式王朝的滅亡以後啊 他說台灣的氣流討論啊 從1683年7月 司廣攻下澎湖 到1684年5月底 確定 納入版圖 前後長達10個月 對 歡迎台灣曾經 無政府狀態 10個月 在司廣跟正式王朝中間 無政府了 無政府了 我們現在有政府嘛 定義無政府了 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習慣了 不然是後台習慣了 啊 但是你說的 司廣呢 你就想 我就想想 一件事就是 這個 土拖魚 我在台南 在吃土拖魚 那有一天喔 我在吃的時候 我就問這個老闆說 欸 為什麼叫土拖魚 為什麼叫土拖魚呢 他說 喔 這是這樣啦喔 從事都啦 司廣 來到這個 台灣後 他愛吃這個魚 叫做 土拖 土拖魚 啊 那個魚呢 其實他是 我看他們的主導師家說 這個總是一個叫做 馬加春魚啦 還是我們一般來講齁 他跟那個 白白仔啦 土拖 白白仔土拖 這都類似 啊為什麼叫土拖 我先說給你聽齁 就是因為 他是這個水師提督師郎 喜歡吃的 我那一天喔 去到這個 南花酒精 聽他們在說這個 福建化 有兩個特色 就是 很厲害 都看什麼 那一開桌 三日金 什麼娘 什麼娘 就開始一直叫了 他們人很奇怪 這 這台灣人 有的人也是這樣 可能是唯一的疑團 我就跟他們說話一出嘴 就開始什麼 三日金就出來了 但是他們也不見得是惡意 但是他口頭禪 他的口頭禪 那麼這樣 還有另外一段就是 他們 那些人在說話 我聽起來的材料 我們聽起來 是像那些甘蔗 摟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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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提督 提督 他們做特特 這我覺得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例如說台南有一間 就是總管經 總管 全部把你趕走嗎 總管 總管工 漢衣下就是總管 當然不是全部把你趕走 它是總管工 總管 那可能就是 這個 如果是福建這個 這個地方的人在發音 通常那個 安 跟那個 翁 這個音發不好 譬如說 上 船 跟 上 床 這分不清楚 連我也不少要說 吃飯 跟吃 吃飯 就是都不少要說那個 安 安的音跟翁的音 真 wicked 像中國的上海人 也是你去和我家裡面說 買賣 買賣 他們是賣 賣 買賣 購買賣 賣老鱈 捨不赌肯 他在賣相 那麼這個偷偷啊 在我小時候 我們男朋友大學 所以偷偷呢 有這句話很深刻 這大家要請教我們所有的台中朋友 我們台中朋友比較有學問 可以跟我講 偷偷 他說 八百仔雞偷偷 八百仔雞偷偷 這句話很深刻 八百仔魚 八百仔雞偷偷偷 大概就是 如果比較大的分類 來講它是春魚的一種 春仔 八百仔雞偷偷偷 這句話 不然這樣 在台南 有人在賣八百仔雞的魚雞 補水魚雞 八百仔雞就是把八百仔雞肉 把它粉濕濕的 現在用下去煮 煮之後它會補起來 它那個魚丸怎麼會補起來 不是魚丸 它是把一顆粒做一會 這樣補起來 那補起來 所以才叫做 補水魚雞 是這樣啦 八百仔我就問 八百仔雞偷偷偷 意思就是說 八百仔 比較難吃 偷偷 比較好吃嗎 那你說八百仔 但是這 難以說啦 有的人口味不一樣 所以我問那間 那個 八百仔雞的事情 就說 這也難以說 它按檳榔 他說這也難以說 有的人是覺得 八百仔好吃啊 有的人說 這個 頭頭好吃啊 所以你怎麼說 比這兩行 對牆比較好吃 那也難以說 所以 八百仔雞偷偷的意思 可能是在講說 你不是偷偷魚 叫你拿那個八百仔來 你把我騙 叫做八百仔雞偷偷 所以這個有一些 這一些語言啊 所以我常常講 飲食文化會牽動我們 語言的不同 那語言 牽動了不同以後啊 就會變成有 很多種 不同的這個地方的文化 會出來 所以這就是 台外圓 主體文化的重要性 重要性 啊這些東西 應該去把它發現出來 不是啊 我是覺得齁 很多人 比如說如果你說台灣的 食食文化 就健康就要黏在中國去 啊 跟中國有什麼關係 八百仔雞偷偷 中國跟中國 我還沒有在說八百仔雞偷偷 啊 所以就是沒有自信 啊你現在黏在中國去 比如說 焦糖 焦糖 乃源自於周朝的時候 焦糖的做法 我這樣 欸 周朝是差不多一千四百幾年了嘛 一千幾百年就 對 請問一下 一千四百多年 請問台灣有漢人嗎 我們台灣有一個漢人嗎 啊會用漢 用那個周朝的焦糖來煮嗎 那莫名其妙 啊 比如說 我們在賣哨星酒 不利 賣哨星酒 啊哨星酒 啊哨星酒當然就是說 其實 你就叫做蒲梨酒就好了嘛 你為什麼要哨星酒 啊不然你蒲梨哨星酒也好 表示說我蒲梨 這個地方產生的哨星酒 一流的 喔 啊那大學喔 很奇怪 一個大學設在 南投的蒲梨 別的大學名稱不具叫 叫季蘭大學 我在季女大學 那個季蘭大學 喔 啊 啊但是我沒有那個意思 說要侮辱季蘭大學 我現在是說那個名 這樣很難聽 啊你就叫蒲梨大學就好了嘛 對不對 那大家都知道 要不然你就蒲梨季蘭大學也可以啊 你如果一定要保留季蘭 就好像 呃 台灣嘛 你可以台灣中國旅行社嘛 不一定要中國台灣旅行社 我台灣中國旅行社也可以 我台灣做前面啊 台灣優先啊 呵呵呵 當然這是我自己在說 啊不過我們 說到這個蒲梨季 偷偷 偷偷雅來的時候喔 差不多在當時 東智喔 東智喔 東智的時候 那附近的時候來 他是一種姓語啦 姓語就是守姓的語 很守這個信用 時候一到它就會來 在台南 喔 我在這個 開始來住台南 在我們這裡的 中南部這樣世齁 我才开始会去注意这种气候 比如说什么 土豆腥要来啦 乌鱼乌鱼也要来啦 黑面皮鹿也要来啦 黑豆腥也要来啦 然后我就开始会去注意这些 事实行焉 说回来这个 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些 事迹的变化 然后我开始才会有 去注意 以前住在天龙谷台北城 你想想看嘛 每天都在米的冷气房里面 不然就坐车里面 所以大家也知道 我什么事实行焉 什么事迹的发展很少 不会去注意它 但是我现在已经变成蛮有趣 一过去什么火 在什么地方开 离过开什么火 在什么地方开 我开始会去注意 什么时刻产生什么样的水果 我都会注意 我们台 老实说 我们这个嘉然平原 这真正好 这鱼米之香 鱼米之香 这还可以说 还可以说到八田鱼鱼了 不要说到太阳了 好嘞 那偷偷跟这个鱼米啊 我觉得鱼米这个东西 比较 我近差不多十几年前就我带到 那时候我做电视台中感的时候 我就带摄摄影队来 来看 看什么呢 看这个鱼鱼米之灾 四目鱼秒 那今天看 这么深色 我们就特别跟我 介绍说 我带你来看 人家抓那三目鱼鱼 那三目鱼鱼鱼鱼鱼鱼的时候 要唱歌 要怎么唱呢 我是害得不行 不过他的意思就是 一加二 二加三 三加四 四加五 一直加起来就对了 这段呢 我们现在 我本来有带来 但是我看我们来 能够修复 请我们DJ 把这段是用一个影带拍摄的 那我们再把这个音乐再插进来 那不然你就是 拍得比较违困的 听我黑白唱 就一加二 二加三 三加四 四加五 一直加起来 加到一百 等一支筷子进去 如果算这三目鱼鱼鱼鱼 就这样玩 算麻災也这样玩 现在很大 很出时 没人这样 很出时就是这样 做成就好了 就 默念就好了 默念就好了 没人在唱这个 没意没输 我刚才那时候 大家在那里砍口 砍口就是 在那里 把这些这些 这三目鱼鱼�起来 因为有些鱼 containing 还好 那时叫他腹肉 我们现在来 收督 pricing 现在在送麻災 一、兩、两、十、五 二、八、十、五 三、十、五 十、五 封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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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慶祝 他們能夠走 我現在在送麻菜 四位採空 四位採沙草 一人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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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 二十五 塞高梨 三 五 三十五 九 二十九 九 二十五 二十七 三 三五 二十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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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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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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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